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把码标 但是这块呢写的一个龙芯350T-3A 售价现在定了吗 售价不超4万 公厂过的 不超4万 不超4万 那我记得8万左右的吧 差不多吧 这8万出头了 按钮 这按钮的质感 质感非常好 这跟宝马那个油门现在不一样 那是电子油门 人家这是电子油门 咱这是双拉线的 这是双拉线的 那这一下成本就差挺多了 制动 上面是西户的制动卡钱 配一个双盘 是吧 那看看它的那个宝马的那个呢 上面写的是不是西户呢 也是西户 看看上梦一样不一样 上梦这打的是BYBRE 这应该是Brumble的一个子品牌 而这个上面就啥都没有了 龙芯350那个上梦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这个车我之前在重庆也都试驾过 但当时试的是那个工程样车 这次工厂发过来也是工程车 也是工程样车 主要是用车油给试驾于的 这细节 这个细节其实比上次已经强很多了 将来以后到用户手里的细节更好 但是这接缝这块还是不太齐 看了吗 这块还是不 这是不是有摔过还是怎么样 工程样车的原因是吧 这座还能打开 对 都是电控的 这个有一个液压杆 看了吗 但是它里面没有宝马那个家族式的那种 叫拓展式的储物箱 对 宝马那个是有的 但是这个储物箱也很大 之前我们做过试验是可以放下全亏的 正好我们找一下车听听呗 来 启动 所以工程样车你看还已经带小班兽了 对 它好多都没开通的 像那个投屏 那个 车上头都没有吧 现在 车上头没配呢 还预留着呢 现在等于都没有开通的 工程车都没开通的 一会儿我们能试试这车吗 现在我们借了一辆试驾车啊 无极的350 然后正好呢 碰见车友的一款C400GT 那这两款车呢 其实都是在龙芯生产的 然后他们用的像轮胎啊 门骨啊 简震啊 发动机都是一样的 包括车座的这个感觉都是一样的 两个车的定位也是这种城市的中大型踏板车 包括你看这台气都很像 这个后面的架子这块有宝马的标 这是宝马C400GT 但是在350这款车上呢 这宝马标被烫掉了 所以我们叫换标宝马 跟套路了一下经销商啊 他们说这个车呢 定价呢 会在4万以内 那C400GT的售价呢 是要8万左右 我们坐上去啊 双脚着地情况 我身高呢 是1.78 双脚呢 没问题 90%以上的着地平均 坐高就得看参数吧 那启动是无钥匙的 再按一下 屏幕很大 嗯 来 来 来 我们再惹一下车啊 震动来讲 启动以后的震动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嗯 这个按钮是怎么用的 是不是手刷 看看它们还用 还是不会用 嗯 这块有一个摄像头开关 这边我们还是要提前来看一看 这边有两个储盒 储盒这块呢 左边的储盒比较大 比较规整 右边那个就很一般了 不是很规整 但它里面是有充电口 和这个 解放器 气候有一个 整体的做工来讲 其实要比我之前来讲 重庆市价那个呢 要完整度要高一些 来 下个台阶 哎 一般的台阶没问题啊 下立地 然后骑上去以后 很明显能感觉到 前面那个小风挡的 挡动的效果啊 哎呀 好一般啊 这个风呢 还是会吹到我头盔这一块 如果能改成可调的式的风打 还更好 最主要这个车 这个舒适度啊 还确实很不错 前面这个脚 脚往前踹得也挺舒服 一起步还是很有事 第一轮时候的这个输出啊 还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因为我之前在重庆试驾的时候呢 感觉又不太厉害了 从来它还是有很多话 这个宝马方机还是非常给力的 这个车还没有正式的发布 那我们现在骑的这个呢 也是一部测试车 仪表的可视度还不错 这块会有一点点小反光 但是还是能够看清楚 OK 水温现在已经上了一点 这个是双闪 泰式的这个手套呢 在摁扭的时候不太方便 刹车还是很好的啊 几乎这个刹车应付这个套马车 还没问题呢 还不错不错 啊 这是六水温然后呢 不是很坏 那是不能放了 啊 这个宝马的预征质感还是要有点差点 继续是跟ECO的吵轿质有关 好一方起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是不是比一般的汽车都要快 然后它还有一个声音我不太喜欢 你看它那个子强灯的声音 听到滴滴滴的声音特别不喜欢 然后手把和制动手把 这两个制动手把都能根据手掌踏车来调节式的遗憾 它总在响 而且上面有一个小翻手 看来这是一个工程样车 现在还是有点问题 不太稳定 前面那个车已经过了停止线了 驾到了三马线上 还招什么急呢 对吧 好 好 好 在速的时候你看震动啊 反光镜是没有什么震动出来的 它车还是不错的啊 很稳定 而且减震的支撑啊 也挺到位的 减震总体来讲 调教是舒适的 好 刚才起步的时候 看 刚才我们起步的时候出了啊 我以为是调教不好 然后其实这是可以关那个TC的事 它刚才TC介入了啊 一直打开的 关闭就好了 还是开着了 开着安全一点 而且它这个二级台单退出 现在我感觉逻辑特别不好 使用逻辑不好啊 你看它这有个off 这个off是只关转行灯 然后这个 你从这个台单退出来 一级台单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退出 对 但是如果你进到这个里边之后 再退到这一级 就得长按这个退出来 长按退出 应该退出来了 来我们看一下车辆设置都有什么设置啊 语言选择 公英里的切换 界面切换 经典 运动 震震 这个运动怎么选 选不了 它以后会有动力模式 它有动力模式啊 现在都没有啊 所以现在有的功能的 这个太少了 这些都没用 或者说这个瓶会支持动瓶 哦 但现在看TC是最好的功能 这个是要赞的 来我们试一下这个车的中车啊 看看它轻不轻什么 一只脚抖拟 很轻啊 不错 我们试一下C400GT的这个大只子 脚感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呢 反正也是比较轻的一个级别啊 你看他们两个的 侧梯都是一样的 对 看这边这个侧梯 对 所以呢 总结下来啊 就是龙芯啊 或者叫无极350 踏板车 它从硬件角度来讲 包括制动啊 包括减震 包括发动机 排气管等等这些 包括车架啊 其实跟宝马的C400GT是看齐的 但是呢 在细节方面 比如说 外观的设计啊 呃 漆 漆表面啊 车灯啊 最主要的 还有就是它的 放进去的调校 就是ECU那块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等这个车的量产还是 而且价格这块呢 通过套路 听销商啊 得知是4万一里 我调下来以后 它给我的运动感受 是让我比较吃惊的 是跟之前的呃 公车样车还是有有区别的 但是目前这个版本呢 还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 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 OK 先到这儿了 拜拜